2014年9月27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联合国大会上提议设立国际瑜伽日。 让我们一起欢迎印度共和国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今天我想谈一谈一个特别的主题,我们一直在讨论气候变化,整体健康,与自然和谐共处,违规本质等等。 而我想要有关这个主题的一个特殊方面,瑜伽是印度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宝贵财富,它象征着身心平衡,一心合一,勤俭克己,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它提供了一幅健康与幸福的完整蓝图,它不仅是身体上的锻炼,同时也有助于内心和谐,并促进人与外界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瑜伽只在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瑜伽意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战胜气候变化。 让我们在国际瑜伽日的技术上不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从五千多年前的印度,到今天的健身房、学校、公园,瑜伽已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整体健康锻炼法。 瑜伽帮助千百万人达到健康、幸福、平衡、和谐状态,实现内心的宁静与喜乐。 瑜伽跨越了宗教、地理、民族和种族的界限,能使所有人都变得更加健康、平静与和谐,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和平。 但是,瑜伽到底是什么?人们究竟该如何练习瑜伽? 瑜伽真的能让人身心和谐,与自然和谐相处吗? 请和我们一起踏上一场瑜伽之旅。 每年二月,成仙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印度圣地喜马拉雅地区的瑞施凯施。 体验、学习,并分享瑜伽。 为期一周的国际瑜伽节,吸引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瑜伽爱好者,一起进行研讨、冥想、上课、参加入门修行,与瑜伽大师交谈。 这是当今世界最大型的全球瑜伽教师集会。 来到印度,我了解到瑜伽的整体意义。 我顿悟,瑜伽并不仅仅是有关身体的锻炼,而是身体、心灵、意识、情绪与精神的统一。 在印度,我开始体验到瑜伽的真谛,其自我与神性的结合。 我之前总是生病,也找不出原因。 后来,我决定辞职,开始休息瑜伽。 之后,我感觉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也更有意义。 这是我第八次参加国际瑜伽节。 我到这里来跟随瑜伽大师和瑜伽教师学习,来这里感悟、学习、成长、进步。 瑜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团结与爱,内在的爱与和平。 我还是学生时,生过一次小病,恰好发现了瑜伽。 于是开始练习,之后完全恢复了健康,我变得比以前更健康。 这让我很惊讶,也让我对瑜伽充满了兴趣。 但是瑜伽究竟起源于何处? 人类自古以来就一直努力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 而我们不断增长的需求已超出地球和彼此的复合能力。 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印度, 这种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向往开始内化, 这种内心之旅即如今的瑜伽。 瑜伽起源于五千多年前的印度河谷, 萨拉斯瓦蒂文明。 考古学家发现, 当地出土的雕刻、图章和手工艺品上, 有类似瑜伽的动作, 以及与帕斯帕提神、楼陀罗神和师婆神相似的图像。 师婆被认为是第一个瑜伽修行者, 他将瑜伽艺术和原理传授给了人类。 这种关联如今仍能在穿梭于印度、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圣人、 瑜伽修行者和神秘主义者身上看到。 瑜伽一词来源于梵文, 在公元前一千年的吠托时代得到广泛印语。 盖茨的词根为Yuge, 意味限制、束缚、联合或维持。 它是指将人与自己的内在和自然统一起来, 回归本源。 瑜伽的哲学精神源自数论哲学, 一种主张宇宙乃神我与自性或意识与自然二元的概念。 瑜伽那时在印度已非常知名, 并开始出现在吠托时代的经文中, 尤其是当时的奥义书、 佛经和奇纳教教义中。 奥义书记载了四种瑜伽修行方式, 因瑜伽即反复导诵圣音, 宽达利尼瑜伽即全身心融入神性, 哈达瑜伽即融会内在能量, 王瑜伽即后人所说的入定瑜伽或阿斯汤家瑜伽。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瑜伽流派 都来源于这些古老流派。 公元前二世纪, 瑜伽教义被汇编为 《帕坦伽历的瑜伽经》。 现在大家了解了瑜伽的起源, 瑜伽意味着宁静精神状态, 以便先知了解自己的真正本源。 根据帕坦伽历的瑜伽经, 瑜伽旨在摆脱现实世界的智库, 从而达到真正的智识。 奥义书认为, 人类是由五种不同, 但相互协调的层次或窍构成。 但五窍不平衡时, 就会产生疾病、不和谐。 而通过瑜伽, 则能达到健康、 冥思和纯然喜乐的完美状态。 居于核心的是粗身窍或肉身。 能量窍代表着生命力或身体能量。 心意窍代表着精神意识或精神世界。 智性窍代表着高等精神或本性智识。 喜乐窍代表着极致存在或纯然喜乐。 普拉纳在梵语中代表着生命能量。 它循环流动于五窍之间, 并维持其相互联系。 为了使五窍平衡并恢复和谐, 帕坦加利的瑜伽经为瑜伽修行者提供了一个被称为 阿斯汤家瑜伽或八支瑜伽的系统。 第一支为智戒即普通适用的戒律。 第二支为内智即应该如何行动思考。 第三支为体势即如何使用生命能量并镇定精神。 这是如今人们对瑜伽的普遍认识。 第四支为调息法即生命能量在五窍之间的循环。 生命能量乃宇宙的核心能量。 这种练习对健康和平衡具有重大影响。 之后是感官控制即练习自我控制与收敛感官, 达到超然与平衡的状态。 最后三支被称为antarangus, 因为它们是瑜伽的内支, 即由精神控制的肢体。 直持即将精神专注于某一思想或某一事物, 可以是你的呼吸、一个物体、一个单词或一个图像。 禅定即深层冥想达到完全的身心平衡, 周围环境与个人都朝着完全静止的方向运动。 最后一支为三摩地或完全禅定。 即冥想者、冥想之物和周围所有事物都融为一体。 达到三摩地境界之后, 瑜伽修行者就会达到截然独立状态和纯然喜乐状态。 如果你勤修前五支, 最终就会达到后三支的境界。 通过这种练习, 瑜伽修行者将自身的五窍与自然和宇宙完美融合起来。 瑜伽即禅定。 禅定乃瑜伽的正宗入门, 因此,只要我们浅心冥想, 最终将会出现美妙的合力与内在的变化。 那种变化会使人变得更善良, 使社会更美好。 印度政府成立了传统医学部, 专门管理印度古代健康智慧与知识, 并创建了印度国立瑜伽学院, 从事编转、保存、记录、传播, 并向全世界传授古典与传统瑜伽的工作。 学院设有瑜伽学位和证书项目, 管理印度及世界各地的教师学院和瑜伽修行活动。 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瑜伽为印度传统医学, 学院获得了其资金支持, 以促进进一步研究, 并将教学经验传播至世界各地的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 印度认为瑜伽是大家所共有的, 应该以开放与透明的方式 将传统瑜伽及古典瑜伽分享给全世界。 学院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瑜伽电子图书馆, 其资料涵盖了瑜伽体式、教学、经文和技巧。 在印度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瑜伽始终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多数宗教和哲学都将瑜伽运用在其仪式和方法论之中。 在中世纪, 有两位瑜伽大师赋予了瑜伽全新的生命力。 八世纪, 阿迪·商杰罗使奥义书和瑜伽回归日常生活。 大约在同一时期, 印度现代瑜伽大师Gurashana复兴了哈达瑜伽。 到十八世纪, 瑜伽修行变得更加隐蔽, 类似修道, 几乎从印度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 直到二十世纪, 瑜伽才得到重大复兴。 瑜伽是印度献给世界的礼物。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 多位印度瑜伽大师将瑜伽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如斯瓦米·威维·卡南达, 他于1893年将智慧瑜伽和王瑜伽传播到了其他国家。 而斯瓦米·尤加南达则于1920年传播了克里亚瑜伽和昆达利尼瑜伽。 斯瓦米·西瓦南达斯瓦米·拉玛斯瓦米·萨提塔南达斯瓦米·库瓦雷扬南达斯瓦米·库瓦雷扬南达斯瓦米·犹干·达吉等瑜伽大师也将瑜伽的深层内涵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施里·克里·西纳·马查雅是20世纪最重要的瑜伽大师。 他是麦索尔国王、马哈拉甲的瑜伽老师。 20世纪30年代,他首次开始在印度公开展示哈达瑜伽。 他的学生艾阳格·帕塔比·乔伊斯及其子德斯卡查雅成为了三位世界级瑜伽大师,促进了瑜伽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艾阳格·瑜伽流派和乔伊斯的阿斯汤加流瑜伽流派,成为了美国和欧洲的主要瑜伽流派。 1965年,艾阳格的著作《瑜伽之光》成为了全球首本瑜伽入门专著,被译成17种语言。 瑜伽没有被彻底遗忘,这让我非常高兴。 现在,瑜伽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至少现在势头良好。 我相信,一旦大众接触瑜伽之后,他就会逐渐普及开来。 如今,瑜伽的发展超越了先锋大师所奠定的基础。 Sri Sri Ravi Shankar, Buddha Swamiji, Baba Ramdev, Swami Niranjan, Sakuru Jagi Vasudev等瑜伽大师,使世界瑜伽之火燃烧不息。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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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TA POSS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在鱼虾垫上思考很多我认为具有挑战性的事情 以及很多生活中的事情 当你在瑜伽垫上做瑜伽时 并不是单纯的瑜伽动作 瑜伽与你同在 我体验并意识到这种变化 你甚至可以改变自身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现在瑜伽的益处也得到了科学和主流医学的认可 在印度 瑜伽所具有的疗愈力量已经流传了几千年 它和阿裕费陀都是印度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疾病预防提高意识境界和健康管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赋予了修行者更大的自由 在印度传统医学部的资金支持下 印度顶尖的神经科学组织 班加罗尔全国神经健康与神经科学研究所 进一步深化瑜伽研究 并取得了惊人成果 我们使用磁共振成像的方式 检测了瑜伽对人脑的作用 大脑中的某些区域 在瑜伽的刺激下会得到提高 在某些情况下 当人们送念瑜伽圣音时 这些大脑区域会产生对人类有益的变化 当你持续送念瑜伽圣音或其他经文时 你可以阅读古兰经或者圣经 当你不断大声念出经文的时候 你的双耳会开始产生共鸣 这时电波会从双耳向下传导 然后再向上传导 当它向上传导时 就会产生震惊效果 印度遍洗瑜伽大学 是印度另外一个研究瑜伽的科学 瑜伽理疗研究健康中心兼医院 经临床验证 瑜伽具有减少焦虑 减少压力 及显著影响并提高大脑活动和基因活动的作用 我刚刚解除了非常严重的药物以来 当时我正走在旧金山的街道上 突然看到了一块写着瑜伽饲养的大型标牌 有一位女士正在进行瑜伽教学 她先是弯曲身体 开始她弯曲的弧度是一般正常人都做得到的 但之后她加强弯曲弧度 而且整个动作既优雅又充满力量感 她的整个身体都是自由的 当时我深受药物成瘾折磨 正在寻求解脱之法 因此她所展现的惊人力量 正好象征着我终身追求的自由 我受到了强烈的吸引 之后便开始学习瑜伽 瑜伽修行会让人变得平衡 健康 喜乐 并让人充分享受自由生活 随着世界上学习 瑜伽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可能真的会看到一场全球意识转移 使地球朝着更平衡 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瑜伽修行者在消费上更谨慎 为人处事更善良 更关心环保 领导力更强 这就是瑜伽的力量 它将促进世界发展 2014年12月11日 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 将6月21日定为国际瑜伽日 该决议共有177个联署国 创下了联合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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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